設計 我們這個單元的主題是情境設計 正六邊形是由六個正三角形所組成 這是一個常識 以致正六邊形底下這是一個正六邊形 分別找出這正三角形六個的重心 連接起來形成另外一個六邊形 那你一定要思考 這個六邊形應該也是一個正六邊形 OK 裡面的也是一個正六邊形 好 就問你 裡面那個小的跟大的的面積比是GPG 其實它會扯到重心 就代表著你必須得要用重心的面積概念 來解這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是圖比觀念重要很多 因為你必須要有一個常識 這個是重心 這個是重心 這是一個菱形 那兩個都是正三角形 也就是說我從這裡串到這裡來 它們應該會在同一條什麼 它們應該會在同一條直線上 可以嗎 但是因為圖形僅供參考 我們可能要稍微 我們可能要稍微歪一下 圖形僅供參考 我們稍微給它歪一下 好 這個是垂直 可以嗎 因為它是正三角形的關係 它是正三角形的關係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如果我們把這裡再連過去 老師把這一個再怎麼樣 再把它連過去 它剛好就畫出了左上角這個正三角形的三條中線 那其中這一塊加這一塊 在我的新的正六邊形的裡面 那也就是說這兩塊的面積會佔這一個正三角形面積的三分之一 可以嗎 如果這一塊佔這一塊的三分之一 同理這一塊佔這一塊的三分之一 六個等量加起來表示 中間這一塊應該佔整個正六邊形的三分之一 所以它們的面積比就叫做1比幾 1比3